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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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接下來 這個主題比較大一點 然後 應該 在前面已經講過之後啊 我們算是歸納 然後有一個小細節 就是 263月下面那段 會比較重要一點 就是人體內到底有多少件事情 需要恆定的 第一個是養分恆定 你可以把它當成是能量的恆定 這個恆定工作主要是透過消化系統來處理的 所以現在取得養分這件事情 以人來說我們要攝取食物這個動作 然後接下來進入消化系統之後呢 它要消化所有食物的分解跟吸收 你看齁 好 那如果要延長的話呢 大概就是要去延伸到 它可能會動用到什麼 內分泌系統 因為現在恆定齁 內分泌系統就不行 因為你要恆定都會談到調節的問題 那談調節 那不外乎就是內分泌或是神經 好 那這樣就是 第一道的工作的處理上面來說 直接相關的 好 是消化系統 可是我們剛剛才解決的 嗯 排列系統 排列系統 排列系統背後實際上也有內分泌 在幫助 那個做恆定 好 所以接下來 第二個要恆定的 就是氣體的恆定 對不對 所以氣體的恆定要靠誰 噢 誰不太明白 氣體的恆定就是要靠 呼吸 計劃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第三個 體液 的總量平衡 所以體液的恆定 由心血管系統跟平發系統 做總量的這個循環 噢 跟那個分配 噢 所以這地方就會成到循環系統 然後接下來 第四個衛生設置能定的 就是剛結束的這個 那個排列 呃 泌尿系統這個地方 泌尿系統管的是 代謝廢物 含蛋的代謝廢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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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水分 然後過多的眼淚 所以這個部分走的是 好 冰量系統 好 然後接下來還有一個 等一下要花比較多時間講的 就是 算 減的衡定 那 算減的衡定 所以會用到兩個地方 這一個是泌尿性體 然後這一個會用到循環性體 他們都可以幫我們去緩衝 我們身體內的PH值的大幅度的變化 所以酸減也要恆定 而且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們在呼吸的時候有看到 血紅素跟氧的結合率會受到酸減影響 所以這個地方大概就可以突顯出它的重要性了 然後再來第六個就是體溫的恆定 所以體溫的恆定 散熱主要是透過皮膚 那另外還有一種方法 也可以帶走我們身體過多的熱 就是排尿 所以這個地方 泌尿系統 也可以幫上嘛 所以你看喔 維持我們身體的正常運作裡面 有這麼多參與穩定性的生理系統 然後都要幫上嘛 所以光恆定這些事情 對我們來說就是一個比較重要的作品 所以這算是一個整合性的這個單元 所以留意一下 要把前面的東西然後再搬出來看這樣子 好 那內分泌系統跟神經系統 他們都會參與 那可是內分泌系統跟神經系統 是我們後面要講的單元 所以到後面再來介紹 好 這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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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說真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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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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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 就是固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這個就是我們身體內對於減減穩定的處理方法 建立了很多種緩衝系統來應付這個 然後所以你看喔 腎臟關 腎臟處理水分平衡 腎臟處理我們身體的水分的總量的平衡 腎臟處理代謝廢物要排泄的問題 它處理過多的眼淚可能是色素藥物的處理問題 腎臟還負責的嗎? 腎臟才是整個pH-10緩衝的一個重要的環節 你可不可以透過血液處理 如果是血液的氨基酸當然血液可以緩衝pH-10 可是只靠血液有時候不夠 所以還要加腎臟的方法 所以腎臟還有pH-10緩衝的這個貢獻 這一點一樣很重要 我們再看一下264件下面 所以當我們的身體有酸鹼的不平衡的時候 你可能有聽過酸中毒 也有可能聽過鹼中毒 然後酸中毒跟鹼中毒當中 很常發現發生的是一種呼吸性的酸中毒 或者是鹼中毒 比如說呢 你現在因為那個過度的消耗氧氣 過度消耗氧氣 然後接下來那個氧氣供應量不足 可是你身體的有氧呼吸還是在進行 所以二氧化碳的持續的過度累積 是不是就可能會造成血液過酸 好 所以代謝率提高的情況之下 結果氧氣的供應不足 這時候二氧化碳的濃度俱增 然後導致二氧化碳溶於水 然後形成碳酸 碳酸解離 這時候釋出更多的氫離子 就可能會造成呼吸性的酸中毒 有沒有 那這個短時間如果可以去舒緩的話 它是很好 長時間來說的話 可能會損害那個中樞神經 這很麻煩 因為神經系統對酸很敏感 好 再來還有一些可能是因為代謝 因為我們身體的有機物當中 有一些物質在代謝的過程裡面 也可能會造成pH值的下降的現象 好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如果pH值降低的情況之下呢 可能就會造成像那種尿毒 這種情況 好 所以另外一個可能會造成碳酸性根的不足 好 這個也會是第一個檢查的病徵而已 那所以酸中毒也有可能是代謝過程產生了額外的酸 那至於減中毒的話呢 過度呼吸就有可能會造成這個呼吸性的減中毒 對不對 所以過度呼吸我們之前講過 所以過度呼吸你可能講說 好像呼吸變得比較急促 不是有利於把二氧化碳排除 好 沒錯 你可以排除比較多的二氧化碳 那同時你也拿到比較多涼氣 這樣附體來了 因為你在一定的時間裡面排除二氧化碳的量子增加 所以血液是不是變得比較不酸 所以當它變得真的很不酸這時候 反而會因為過減的關係 而導致第一個最明顯的問題 我們的眼腦很不幸的 你的眼腦的刺激主要是依賴二氧化碳 所以想像一下你的血液當中呢 這個二氧化碳的濃度是眼腦刺激的來源 結果你現在血液二氧化碳濃度不足 所以對眼腦刺激是不是變弱 所以這時候呼吸的調解當然就會出問題 那另外的其他的比較複雜的問題就是代謝 一樣在其他的化學環液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因為減性的代謝配合而造成代謝性的減重 好 所以這個提供給你撐 好 提一下 下一堂課 實際一分 這樣我的 好 好 婦神晴謙 要 advancement 減血開 阿enko Coach阿acco 撒眼 Grö publishers 側uer 側uer 撒眼俠 nou Rudy